大家好,又是AVA攝影教室的時間 上個星期我去了Nikon Z8發佈會 很多人,兒子一堂 因為幾乎整個攝影界都去了 很多人,沒試過見到,差不多所有人都見到 基本上Z8事實上是一個很轟動的發佈 當然,有些人說我們香港定價比外面貴一點 貴一千多二千元 但問題是,初初開賣的時候 就算是三萬三千多,其實都未必能買到 所以可能要有一段時間 之後可能又會回落 事實上Z8是 擁有所有Z9的能力 事實上,三萬元是值得買的 是非常好用的 這件事,Annie Sir又可能會自己買 本身Annie Sir已經覺得 不會再買一些 這麼重型的機器了 但是,因為有Z9的關係 事實上真的很好用 而且是很厲害的機器 它還可以沒有了一個值得 至少輕的那些 即是 1.3kg 減到900kg 都是好事 可能我自己也會買 整個發佈會的情況 後面我會將一些重點給大家看 好了,Annie Sir不說這麼多了 去片 現在是 詞給你 1.3腳的 1.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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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再一次除了要多謝他們之外 也要多謝現場那麼多位來賓 那麼多位的全面朋友 那麼多位在網上分享自己拍攝經驗 那麼多位 Influencer 多謝你們 給掌聲給你們自己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中環街市 參與我們這台SEDBIN的產品販布會 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今天的大會思議 阿斌黃冠斌 歡迎大家 希望今天享受一下 掌聲可以保持多一點也好 謝謝大家 好了 今天現場 希望大家來到的 當然要感受一下我們Nikon Z8 究竟握上手 融落的時候的實際體驗是怎樣 所以今天現場 其實我們都安排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 右手邊 後方 發射櫃的位置 其實我們準備了一系列的產品 一會兒大家可以真的 拿著這個Z8在手 試一下究竟拍攝 兩邊都準備好了 就是拍攝人像和拍片 究竟那個真實體驗 是有多兩麗 感覺是有多好呢 最重要是重量 所以這個 是會有機器的 除了大家可以感受到之外 在感受之前 我們都給一些熱烈的掌聲 因為有請我們 這位重量區別嘉賓 有請我們離開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長 蔡航周平先生 帶大家來到現場 說幾句話 給掌聲 有請 歡迎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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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歡迎 謝謝 謝謝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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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到,非常感到, 很多企業和客戶的工作人員 都來這裡 近來的5年 從電視鏡頭部的電視鏡 都在這裡 和Z6、Z6、Z7、Z6 轉移到第二代 現在我們有四個全鏡頭 和我們MECON同步與證MECON設法的發佈會 精準面世一步到位 這八個字其實就含蓋了MECON對研發這部旗艦機的事業 和進一步的光刻突破 Z8繼承Z9的專業功能 而且體積更小更輕 而且價格更加大眾化 令人像尤其出色 印證了MECON對產品質素的堅持之外 對傳承這個攝影文化和高質的光學展 我很衷心感謝大家 今天來到中環街市 這個這麼具歷史性的地方 一起見證MECON2023年的新加坡 我們有信心MECONZ8 會計Z9之後 另一銷售和口碑再度的產品 525Z8同步開賣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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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一張聲 我多謝大家 全媒的朋友 各國分枢章 各國日視界的朋友 支持我們這個Z8發佈會 在疫情火候 有時會跟大家去見面 希望今天透過一個設法運動 可以跟大家聽到一些題目 照顧著我們 大家不會用得很長的 我會介紹一下我們剛剛出的 即將發售 發生亦推出的設法 究竟在責任之上有什麼法復 無論是對於我們自己的感動 或者是對於其他問題 讓大家可以用多一些NICON的方法 有多強勁呢 給我一點時間 這個設法的推出 大家可能會問 究竟是哪一隻機的投入機 因為我們外國的產品電視 我們有SEN6、SEN6、SEN6、SEN7、SEN5 又或者不同的ABSC的機器都沒有 這個設法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原味Z9的效果 它的表現、性能、功能 是可以為草植能夠繼承到Z9的功能 稍後大家可以拿上去試試 其次在這包括我們用的一個SPEED-7 暫時我有一個最強大的影像處理Lencamp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4578層 層標識思目的影像 其次現在很興奏一些AI的對焦 AI的怎樣幫助讓大家失業 在相機當中我們有一個 AI基礎心路學習技術的AF偵測模式 但大家如果想要再試試 我們分為兩個Area 真的有辦法機會 試一試這機器有多強大 另外,影片方面,Nikon以為是豪包,完全是一個突破 在無反相機當中,你很少,甚至在其他品牌見到有8K 60 架這些品牌 所以,在我們的設有10% 激的模式,能夠4,540萬元 其實我們今次新增了一個檔案介紹,HDRX,10bit 當然可以配合大家的流動器材、電視機 可以看得回HDRX的格式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很公平的網民 問過很多事業師的意見 所以我們多了一個高厚格式 它是傳統Wall的Size,大概是三文字 大家可以想一下,當你拍一張Wall檔案 當你以前畫得很大,現在只要4.570元 才會Wall的檔案,其實只需要大約最小的 就是10年代的Manager 我們一起見,謝謝 大家好,大家好 好,我是由Z9,接著用Z8 我要專注,因為我主要是拍攝人 所以我在拍攝人時,最專注是人在裡面的Skiphone 今天帶了一些圓相來到這個地方分享 左邊那個是一張Wall,接著export一個Gamer 我想有一點補充就是 今次這部機的White Balance 比我想像中是很不錯 因為以我可能有時特別差的情況 可能是一些暗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光線比較曠寶的時候 人像的姿勢的時候 那時通常都會有少少要回去做口罩 即是調整一下Wall檔案 但是今次呢,我全部照片都是調整Auto 就是Auto Wave Balance 還有是Auto Focus 那我就沒有特別去處理我任何任何的功勢 那這樣 那左邊那張是一張Wall,接著export做Japan 那右邊那張是Japan 直接搜尋到人的張照 那我用了它裡面那個人像的 那個優化皮膚的功能 那這件事對於我平時工作成很大的幫助 因為以往我可能是一個鏡頭裡面有 可能會有一千或兩千張照片 一個長時間的鏡頭 但是呢,很多時候很難可以把 那麼多照片去全部幫他做完皮膚裡面的處理 我就給那一刻的減少了 因為我完全沒有去處理一些 即是Wall Max 我經常用它 那一刻看到自己的皮膚頂了的時候 它又會少了去處理一些東西 那這個拍攝大概用到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用了很多時間 我現在很害怕 但是拍攝出來 我都沒有去突然去 覺得它很煩去使用 這就是ABC的創辦人 所以在發洩方面 發洩就是專家 那什麼時候交給你 謝謝 謝謝 好,大家好 謝謝你們來到這裡聽這個發洩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十號的發洩會 其實是一個發洩會 十號的國籍傳統的一檢驗發洩 其實每天都會有看到沒有位置出現 因為之前就和我們迪韓的同事 一起做一個步伐 就幫迪韓的發洩會比較舒服 那不如就看一看 這個部門先 先給大家看一看 先給大家看一看 好,謝謝 很久不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